我常提示那時候吃了一年 會有影響嗎 會不會是這樣 沒有 我去亂拆 回去檢查一下 那個應該要檢查一下 要檢查一下 因為常見夜下的淋巴結 有時候是 像你會不會手上有傷口之類的 但它感染的這一刻 已經五年了 五年了其實大部分就沒差 就應該是原本它的淋巴結 就是比較明顯 好 檢查一下好了 要安全 對不對 再來 第二項目 看一下什麼 乳房概化 對啊 這樣 這樣算概化 我不懂 其實這個乳房的概化點 就是最常見的話 就是會出現在 像我們的乳腺組織 那也有可能會出現在一些像 就是乳房的血管這些 大概都有可能 血管也會 對 那其實概化點 所以它會在整個乳房 任何一個角落都有可能出現 對 即使像脂肪的話 這些也都有可能 皮膚的話也有可能 所以其實 概化點是非常常見的 尤其可能四十歲以上 大概八成以上的女性 都會或多或少 有一點點概化點 那是自然的現象 對 那是自然的現象 對啊 概化會怎樣 就是會硬啊 還是會有什麼徵兆啊還是 這種的概化有點像是 細胞代謝以後 那細胞裡面可能有一些鈣離子 沉寂以後就會造成概化點 摸咧 摸的話通常也摸不到 沒有什麼硬塊什麼 都摸不到 只能靠乳房攝影 摸不到 超音波還沒辦法 超音波也不一定看到 也不一定看到 是要管它嗎 如果真的概化 所以才是Top 2啊 對 越難越 越難捉摸有沒有 對 不是 像這種概化它跟纖維化 是不一樣的東西嗎 不一樣 它其實有可能算是 時期上面不同 也就是說像你的這種 纖維化質是有這種 纖維囊種嘛 那可是纖維囊種呢 它如果慢慢退化掉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有可能 產生概化點 因為細胞就死了是不是 對 這些細胞可能代謝 然後退化了 死掉了 就會產生一些概化點 那我有個問題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快50歲 去年去檢查 醫生就說乳房概化 可是他很緊張 因為他很怕說 這個概化跟惡性的瘤 會不會會形成那樣 是不是他會 有沒有可能說有一天 它會變成惡性的腫瘤呢 其實剛剛講的那個概化點就是 大多數其實都會是良性的 那我們在判讀上的話 就是變成說 我們要看那個概化點 你是不是很均勻分布 假設說你一個乳腺主持 你很均勻分布 到處都 都淋散了一點的 那其實這種反而沒關係 代表你是正常代謝 其實這樣一般乳房概化 大家都不會太特別去緊張 那為什麼會談這個問題是 像有一陣子 現在開始大家流行一個東西 叫做智體脂肪的融入 對 比如說像這一群人 就會發現他們很有機會就是 你剛才本來想說 概化可能跟年紀越大 越有可能出現 可是如果你是做自體脂肪 融入這一群人 因為你打進去這些脂肪組織 不一定都會存活 於是它有些 就會形成一些概化點 那為什麼大家覺得要注意 這些概化點的原因 是因為 概化點可能如果你輕忽它 結局是有一個人他就是說 他覺得還好嗎 概化點不是這樣 可是問題是 他原本以為的概化點 其實是一開始看起來像概化點 那他沒有持續去追蹤 他想說那就概化啊 因為我就是有做過那個啊 結果兩三年後去 那個不是概化點 那個其實是一個 不好的癌症體 可是因為那時候 還很小的時候 醫生通常會告訴你說 我們要繼續追蹤 你多久就要來一次 對 因為你可能是概化點 你可能是別的 可是因為你是因為做過這種 自體脂肪的融入 你可能比別人多 那你要特別的留心 可是他又很 沒有去注意它 他覺得還好 擁有新的乳房 覺得很高興 結果結局反而是 你輕忽了它之後 你反而後來就死了 醫師在看的時候 跟你說要追蹤 你又沒來追蹤 結局它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所以最怕是這樣的事情 對 其實剛剛洪瑩講得很清楚 他說概化分成皮膚 血管 腺瘤的 或是你的管腺 你分泌的那乳汁沉澱的 或者是你的惡性的 這大家最害怕的嘛 所以他怎麼判斷 其實一定是醫師的事 因為他會看整個影像 看有沒有其他相對應的 一個腫瘤的一個陰影 然後陰影的中間 還有一些像芝麻的小概化點 那醫師的判斷 會覺得這可能是不好 他會做一個進一步的 像抽取 細胞抽取之類的檢查 那一般的概化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有方法 可以來去處理 什麼意思呢 假設皮膚概化 然後你的皮膚表面 又常常會有一些發炎 或是濕疹的體質 其實 所以如果你皮膚有不明的紅腫 或者是一些破皮 經常不會好的濕疹 你還是要小心 那這種很常 濕疹也算啊 也算就是長期反覆的一個 表皮發炎的現象 它有可能會變成一個皮膚的刺激 那這種情況其實就要很小心 有這種濕疹體質 其實綠豆湯是一個很好解讀 以及這個處理的一個食料了 那你就反而不要去吃什麼 剛剛講的飾物湯 而且還有一個禁區 飾物裡面真的會刺激 此基數的是當歸 所以有人就跟我說 我從來都不敢吃飾物湯 可是我很愛喝當歸鴨麵線湯 更慘 對 更慘 所以大家就是有這個觀念這樣子 會比較好 那血管的鈣化其實是跟血管壁本身相關 那當然是比較偏鈣炎這個部分成績 那為什麼血管會有這個鈣化成績 一般是年紀比較大 中年一般我們只40歲啦 那還有這個狼尿病 因為它長期這個身體血糖控制的不好 那它的血管的部分會比較容易會有鈣化 那多吃藝人 因為藝人還可以穩定我們的血糖 還可以讓我們的這個血管的現象 老化現象恢復 所以藝人可以取代你本來的這個精緻白米飯 會比較建議 那纖維腺瘤的話 它其實就是有這種的婦女 海帶糖一樣 海帶軟肩散結 那乳管分泌的乳汁的話 就是如果你的乳管會擴張 或是你這是蜜乳期的婦女 其實吃吃蓮藕它通俏 有一些比較沒有 比較阻塞的這種乳汁啊 或者是山楂 蓮藕 都是在中醫講通俏的一些食物 就預防啦 是不是 預防 對 平常吃預防 或是有輕微的乳汁 像乳腺鹽 輕微的 多吃這個 至少不會加重它的症狀這樣 那最後這種惡性的部分 就比較討厭 這種已經有這個細胞壞死之後 造成的鈣化 那這個一定是要找我們 這個乳房外科醫師的 這時候平常飲食頂多 多吃個木耳湯 這樣子就好了 那再來進行到了TOP ONE 好 最恐怖的第一名 最恐怖的 乳管瘤 乳管瘤 那更沒聽過了 對 跟乳管瘤有關係嗎 聽起來 好啦 開個玩笑嘛 好啦 現在這麼多的官 你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因為很緊張啊 我就說它是 我看不出你緊張耶 它是長在乳管裡面 對 來 洪醫師 它正式的名稱應該是叫做 乳管內乳突流 這個唸起來好像很複雜 聽起來也不大巧 這到底是什麼 對啊 那其實 你把它想像成說 它有點像是 我們腸胃道的席肉啊 就是說你的這個管道裡面 會長一顆一顆的那種小席肉 只不過這個東西 長在你的乳管裡面 那這種的席肉就會變成說 比較怕它有可能會有變化 因為就像腸胃道席肉一樣 對啊 大腸 大腸席肉 大腸癌 對 它可能久了以後 有可能就真的越來越大 然後就有可能會有一些的變化 那目前的話就是說像這種 有的它因為會說像是血管 有時候血管比較豐富 所以大部分表現呢 有時候就是以那個 蜂蜜舞來表現 乳管流是要問我了 你有經驗 我去年就是乳管流開刀的啊 對 是喔 都很關心我 報紙有燈啊 對啊 哇 沒有咧 不是 我是不知道 我真的沒在關心你 它那個表情好像 哇 你怎麼能夠得這麼先期 這麼喊進了幾遍 不是 我是覺得很抱歉 因為我去年 我是怎麼發現的 其實我乳管流已經一年了 我從一開始是先透明的水 乳頭會分泌透明的水 那我當下覺得說 對 很開心嘛 只有分泌物 沒有痛或是癢 沒有沒有沒有 它自己會流出來 然後有時候你去擠壓的時候 它會有白色的水出來 然後我就想說應該就是 只是可能有時候乳腺通什麼味道 又我在分泌母乳了 對 然後隔了半年 它從透明色變成 乳黃色 對 而且乳黃色已經到你 洗澡的時候內衣一脫掉 你的內衣那邊會有一圈 會有印子 一圈很像你們的乳汁那樣子 一年之後我有一天回到家 要洗澡內衣一脫掉 上面是血 已經到血了 好可怕 然後我輕輕一碰 整個乳頭是冒血出來 已經是血了 對 然後我想說完 嚇死了 你知道人就是這樣嗎 你流黃的你覺得是血 我想說 我乳是變紅色了 然後我馬上打給我媽 我媽就趕快幫我掛號 第二天我就到醫院去看 然後醫生一看說 他就說 建議我馬上做乳房穿試 對 因為他看不到什麼東西 而且我在 我在得乳館留的前大概半年 我才做過乳房攝影 才去健康檢查 對 醫生說很正常 然後等了一個禮拜報告出來 他說是正常的 對 可是他說 但是我們還是建議你做切片 然後割開來之後去化驗 他說因為不規則的機率很高 就不好的機率 後來我又做了那個乳管攝影 你知道乳管攝影有多可怕嗎 不知道 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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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